据悉,今年《时代少年团》将会录制北京卫视春晚 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由于《时代少年团》自带话题热度 所以,北京卫视春晚剧组 也对组合进行了后台采访互动 借此为春晚进行预热 录制幕后花絮,作为物料,法访之后 可以明显看到丁程鑫、孙阿轩、刘耀文、张真元、严浩翔、贺俊宁 这六位少年,他们穿着喜庆 表现得活泼可爱 看着一如既往的招人喜欢 但缺少了马家琪的身影 原来是马家琪集中精力备占一考 不想二次失败 这件事就是马家琪在全身心的偷到一考备考当中 所以,对他来说 北京卫视春晚就不那么香了 去年,马家琪作为当红明星 考生参加了一考 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天 马家琪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因为整体成绩并不理想 只考了307分 比基准线337分 整整差了30分 结果显然一见是没考上 没有获得面试资格 马家琪尽可能的低调 慢慢淡化这种影响 如今 七一年的一考即将来临 马家琪翻身的机会来了 终于到了摘掉去年成绩的帽子 自然首要的就是集中精力做准备 小编觉得 马家琪好好复集 重新用成绩说话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牛鸣